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98新闻台每周晚上8点播出的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法律问题 那我们这一周其实比较重要的新闻 大部分都围绕在疫情 那疫情最近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大概目前都接近10万人上下 每天都有在确诊 那当然无症状跟快筛阳性 但是没有去做进一步检测的民众那也蛮多的 所以各位出门在外要一切要特别注意 那么包含说还是一样消毒口罩 这方面该做都要做 好那么今天其实有一个新闻 不过这个新闻我们之前提到过 跟一般民众也比较无关啦 大概就是有关于大法官会议 应该不是大法官会议啦 应该说大法官目前的宪法法庭 以前叫大法官会议啦 宪法法庭呢 现在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判决 就是有关于有一位意大利的男子 那么他跟一个台湾的女生 有一位孩子 那有孩子之后呢 他们在台湾打监护权 那么一审 有一个暂时处分 那什么叫做暂时处分 各位要知道 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在抢这个监护权的时候 用抢这个字其实不好啦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父母都把孩子当作物品来抢来抢去 这个真的是不适当的 因为孩子会延伸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个在我们过去的法院里面的经验 都蛮 对孩子都蛮不好的 就比例来说 孩子他会有一个 我们在名词上称之为叫双重忠诚 双重忠诚就是 他跟爸爸说一套 跟妈妈说一套 因为对两个都要忠诚 但孩子在双重忠诚的过程当中 因为爸爸跟妈妈 两个人处于一个对立的角色 不管是抢小孩或是离婚 这时候孩子就会延伸出一种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一种情况 甚至会说谎 那么也会从父母当中的矛盾 去获取自己的好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不是很适当 那这个案子呢 今天大法官做出比较明确的回应 就是认为就之前 一审裁定说 让爸爸先暂时把孩子带回去 意大利这个决定是错的 他认为应该要留在台湾 那么继续打官司 那暂时处分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在打官司结束之前 怎么探视小孩 或怎么照顾小孩的方式 那之前台北地院的决定 是让他带回去意大利照顾 我们的大法官认为说 台北地院的决定是不对的 这个可能违反宪法 保障人民的权利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就把先前台北地院 所做的决定给废弃掉 那暂时这位小女生 会留在台湾 把官司打完 这个结果并不是说 已经决定要把孩子交给妈妈 只是说诉讼结束前 那么原本决定 要让他带回意大利的 这个决定是作废的 那这个跟一般民众比较相关性的 在于什么呢 在于各位 未来如果我们对于法官的决定 有意见 认为这个有违反宪法上 人民权利之余的时候 就可以即便在最高法院 已经判决确定了 仍然去宪法法庭再打一次官司 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意味着 每一个三审确定的案子 都可以往上主张 这比较就是具有意义的在于 假设法官的判决 有违反人权 侵害人权 或者侵害宪法上 保障人民权利的等等事项 才可以去请求宪法法院 来做最后的决定 那么当然不免有很多律师 或者是法官认为 这个已经有一点变相 是第四审 我们都知道嘛 原则上是三级三审 那这个有一点类似 是第四审的概念了 不过呢 至少就这个 宪法法院想要介入 改变司法体制的初衷 我们还是肯定 就是说他是希望 如果有判决违反 就是宪法保障权利的时候 那法官原则上没有注意到 或者法律在规范上 是不足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 宪法法院可以去纠正跟救济 那这个提醒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在诉讼当中 你真的遇到了这类型的问题 其实根据 大法院的这个案件审理法 是可以去进行 类似第四审 但一定要跟宪法权利 有关的诉讼 这个部分如果真的输了 也不要太灰心 可以试试看 这是今天比较重要的 跟法律相关的新闻 那么事实上 有一个下礼拜 即将要落实的新闻 这个部分对警察机关来讲 影响其实蛮大的 那对于我们一般民众来说 也会有相当重大的这个意义 就是我们在去年 11月通过跟踪骚扰防治法 我们本来在11月通过 那11月通过 其实很多民众都在想说 律师啊 什么时候这个案件可以 这个法律可以正式实施 因为很多人就急着去警察局申请 但警察就说 是通过了没错 但是还没有实施 这个法律还没有正式落实 那当时立法院的想法是 一直到半年后才实施 这个半年的时间到了 时间过很快 我们记得去年才跟各位解释过 立法院的跟踪法 那下星期三 6月1号开始就正式实施了 那么这个正式实施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影响的权力相当大 特别是对于不当追求这件事情 其实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们法律的架构 原则上我们法律只处罚过去 不处罚未来 那事实上法律没有办法处罚未来 为什么 还没做的事情 我没办法去处罚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刑法就写得很清楚 刑法上面它规范人民的行为都是 你做了什么 所以我处罚你 对吧 好 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过去已经落实很久的叫做 保护令的申请 那这个保护令的申请是这样 原则上当保护令核发下来之后 那么被核发保护令的人 就不可以去接近被保护的人 所以就这个我们讲说相对人来讲 就不能去骚扰申请人 这个是我们在过去保护令里面的规范 那这种等于是未来的一种限制 那么这种对未来对权力的限制 因为为什么讲究对权力的限制 每个人都有权力接触任何人啊 不是吗 那当然不能犯法嘛 那这边呢 则是对于所谓的未来的行为 做了某种程度的规范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私讯啊 私讯哦 不是公开哦 私讯骂人家三字经 这个在法律上 能不能构成违反刑法的公然侮辱罪 原则上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基本上来说 当你在 就是所谓构成公然侮辱罪 必须要是公然 也就是在 呃所谓的大庭广众之下 在于 呃每个人都看得到 听得到的情况之下 去做这个公然侮辱的行为 那这种才有所谓公然侮辱罪的适用 那三字经当然是一种公然侮辱嘛 对不对 好 私讯 不算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所以这个不算 可是啊 假设啦 呃太太对先生申请保护令 然后 法官也核发了保护令 先生如果在私讯里面 骂太太三字经 这个呢 不会构成公然侮辱 但会构成 违反保护令罪 各位听懂吗 就是基本上来讲 他的这个类型哦 就是在预防 某些在法律上 很难定义 那么 就是让他定罪的这个 呃行为 在未来如果构成骚扰 构成这种呃 就是对于被害人 有一些这样的类型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会让他 呃就是等于受到 违反保护令罪的制裁 那也可以 有效的去吓阻 这个所谓的家暴 这种呃 施暴者 好 那回过头来看 这个保护令可以保护谁 一般都是家属成员 家属成员就类似是 我们讲说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儿子女儿 这些这些类型的家庭成员 都包含在内 这个没有问题 那夫妻当然也有 在2016年之前 这个法律运行的 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什么状况呢 就是男女朋友 那这种男女朋友 出现的状况就是 因为他不是家庭成员 即便他是同居 在过去我们也没有办法 在保护令上面 合发给这种同居的男女朋友 或者是交往中的男女朋友 他们可能有发展过性关系 那没有同居 或是正在同居 我们都不适用 因为不是所谓 一开始我们在定义 保护的家庭成员 后来立法院 因为有鉴于 这样类型的犯罪 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上 就提供了保护令 那这个保护令的作用就是 即便是男女朋友 即便是同居的对象 只要今天符合所谓的 刚刚讲家庭成员 发展亲密关系等等 这样的类型 就可以申请保护令 那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当然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当然是家庭成员 才会有这种家庭暴力行为 但是如果是交往中的男女朋友 很多到后面也变恐怖情人 那恐怖情人 要不要去对这个人做预防 但要啊 可能他已经威胁要杀害对方了 那我们合发保护令之后 至少会有某种程度的吓阻 这是后来第二阶段开放的情况 那换句话说 只要拿到保护令 就有办法去 相当程度 不能讲百分之百啦 很多时候跟各位讲防不胜防啦 那甚至很多时候 防君子不防小人 但至少能做的 我们在法律上尽量去补足 现在的新困难点是什么 新困难点就是 有很多新类型的情况 是没有办法去预防的 这个叫做没有交往的对象 什么叫没有交往对象 我们刚讲交往对象 是可以用保护令去处理嘛 现在这个问题是 倘若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 对我们苦苦追求 或者是 他认为他对我们一见钟情 但我们对他们毫无交往的意思 也没有认知到说 这个人跟我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亲密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路人甲 路人蚁 对我们表达爱意这样子 那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人不喜欢 我们对他不喜欢 也没有想交往 在过去的类型当中 有没有办法适用保护令呢 这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嘛 保护令你必须是家庭成员 或是有类似亲密关系 那在去年曾经发生过一个悲惨的案例 就是在屏东有一个 在手机店工作的女生 那么他为了要拒绝某个人 要一直纠缠他 他本来是顾客 然后就自称一见钟情 好喜欢他 就一直追求骚扰 那对方不愿意啊 可是不愿意去警察局 包含警察局说 他是你男朋友 不是啊 不是就不行啊 一定要是男朋友才可以啊 那这时候这女生就求助无门嘛 那最后面就被这个男生给杀害了 那么过去对这样类型的求理情况 我们是比较不行的 那我们现在呢 有了这个所谓的跟踪骚扰防治法 在下礼拜三实施之后 如果遇到问题就可以去报警 那么启动调查 来核发相关的程序 或者移送法办 那甚至可以向行为人要求挤压 这是待会我们进一步要来谈的 那我们待会会把整个类型 再做一下整理 有些事情不要做 那么有些事情 我们可以预防别人这么做 我们待会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酒吧 新闻台旅修远时间 我是旅修远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 下礼拜三 就要正式落实的跟踪骚扰防治法 这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有简单提到过 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忘记了 但这个法律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等于是在 整个我们讲说骚扰行为里面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过去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实施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觉得那就是一个新的法律 怎么样 但事实上来说这一套法律 对于往后 就是家庭暴力的防治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那么下礼拜三开始的这一套法律 未来也将会对所谓的一年 我们讲不讲犯罪黑数 犯罪黑数不知道多少 去年有报案的就将近一万件 就是有关于骚扰异性的这样的行为 那么就有这么多 所以未来可见这样的案件量会增加 所以我说对警察同仁的这个工作负担 想必也是很大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套法律要规范的行为 这一套法律要规范的行为有下列八种 第一种叫跟踪 那么第二种叫做尾随 那么跟踪跟尾随呢 其实它简单来讲就是 像我们讲说你要去跟某些人的行踪 或者用盯扫守候 那么来接近对方的住所学校等等 那白话文来说大概就是 人家去哪我们就跟着去哪 或是守在人家家门口 守在人家工作或学校门口 这第一个 那么再来就是歧视 那这种歧视呢 其实也很简单 它大概意思就是 可能对对方嘲弄 辱骂 仇恨 贬义 等等的其他行为 例如说用一些 不雅的字眼去攻击对方 在网路上骂对方 或是私讯骂对方 那这种也很常见 就得不到对方 就用那种言语去 攻击对方 这也常会遇到 那么再来呢 就是我们讲的 用通讯干扰 通讯干扰像是无声电话 这我们过去常听过嘛 就是打来不讲话 没有号码显示 然后甚至用网路的方式 去疯狂寄垃圾邮件 等等 这种对于特定人来干扰 再来就是 对特定人主张说 要约会联络 或其他追求行为 那这种追求行为 其实也蛮简单的啦 大概就是 发讯息给对方 那 但 有很多人会讲说 那以后我不就不能约女朋友 或是约我想追的人出去了 那不会啦 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 什么情况啦 但是呢 就这个部分来讲 要求约会联络 或其他追求行为 送花给对方 送礼物给对方 那都包含在里面 不是对人家不好 才会被 列入 我跟各位讲 要对人家好 也要对方愿意接受 如果说每天送一束花 希望感动对方 什么 诚意可以感动天 什么 以前我们听过有一句 很糟糕的话叫做 劣女啊 就怕 所谓的 痴情狼 你只要不断的去追求 她就会点头了 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 跟错误的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种追求行为 好 对于特定人来 寄送 留置 展示 播送 文字 图画等等的其他图片 例如说就是寄了 某些 什么裸照啊 自己的裸照啊 或者是 就是有一些所谓的 不雅图片啊 寄给对方 那么甚至于说 滥用 对方的这个资料 或是没有经过 他的同意 就订货品 订服务 这种有一点 报复的心态 所以这等于是 他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里面了 从不当的追求 不当的纠缠 乃至于事后的报复 我不要我们对这个人报复 那都算 就都在里面 那么这样的行为 其实必须要符合 我们讲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反复或持续 这个反复或持续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给我们喜欢的男生或女生 跟他说 请问明天晚上有空吗 我可以跟你吃个饭吗 好 对方如果礼貌性的拒绝了 请不要一直问 照三餐问 问到对方要同意为止 甚至纠缠对方 你为什么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要这样 所以 只要不是反复或持续就可以 那当然很多人会讲说 那律师什么叫做反复持续啊 这个其实有点主观 但是原则上来说 我们法律有一句谚语叫说 当我看到我就知道了 就是对于很多有经验的法官 检察官 警察或律师 我们常年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 其实当你看到 这里面有没有恶意 或者这里面的频率 我们大概会自己清楚 那讲句实在话 你说那客观是什么 我不知道耶 一个礼拜问一次可能不算吧 可是如果一天问八次 应该就算吧 这个当然举的都很主观 那你当然会说 那如果一天问一次呢 一天问一次 我觉得也蛮频繁的啊 已经从 人家就告诉你不要了 你说今天没空 那明天呢 明天没空 那后天呢 后天没空 那大后天呢 这个其实就有点紧迫病人味道 会造成对方不舒服的感觉 第二个违反意愿 就我们讲 第一 刚刚讲的这些行为 必须要反复或持续嘛 第二个必须要违反意愿 违反意愿就是 他根本就不爱你啊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啊 那换句话说 讲句实在话 自己的男朋友 自己的先生送礼物 那当然会觉得很开心 可是如果是一个 你不喜欢的对象送礼物 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 那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 互动的主观感受嘛 那这个部分 当人家跟我们表示 拒绝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不要继续做了 因为再继续做下去 就是违反意愿 最重要的第三点 这些行为必须跟性 或者性别是有关系的 性跟性别有关系 其实这个概念 在立法院刚立法的时候 引起非常多的讨论 因为在野党希望 扩大范围 这个扩大范围的意思是说 跟追求无关 跟感情无关的 也应该要放进去 那么 其实当时政府的考量是 这样太大了 跳太快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倘若今天我跟对方结仇 跟性 跟感情完全无关 那对方做这种 持续骚扰的动作 我们也可以根据 跟骚法吗 这个在 就是立法院立法的时候 讨论过 最后的结论是 不行 不行的原因在于说 其实就这个部分来讲 应该还是要寻 法律途径去处理 那这种法律途径 就是一般的 回归到刑法 如果对方有对我们 做了什么样的行为 回归到刑法 去探讨就好 那这个最重要的差别 在于感情 其实往往对于某些人来说 是相当激烈的 涉及到钱 跟涉及到感情不一样 涉及到感情 往往要放下的可能性 比较低 涉及到钱 当然有很多人放不下 但至少就跟钱比较起来 程度一定会有差 这是后来的结论 所以就 整件的跟踪骚扰行为 一定要跟性跟性别有关 那跟性跟性别有关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 涉入这样的一个法律 那当然 如果是对于被害人的家人 对于被害人家人 比如 A喜欢B 那么 A对B做出跟踪骚扰行为 这当然跟性跟性 就是性别有关 可是 如果他爱乌及乌 用这个爱要括号起来 他也去骚扰被害人的家人 这时候有没有违法呢 有 虽然他去跟这些人 他不会喜欢他们 他是喜欢这个人 但他只要去做骚扰周遭人的行为 其实也有可能会涉入所谓的跟踪法 最后一个就是 让被害人心生未步 只要他觉得恐惧 那这个时候 符合这四个要件 再加上刚刚讲的八大行为 就会构成所谓的跟踪法 那么 违反跟踪法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 在下礼拜三开始 遇到这样的行为 我们可以先跟警察机关报案 那跟警察机关报案的时候 警察就要做书面记录 然后 这个 开始去调阅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么 如果确认调查之后 有这样的犯罪嫌疑 警察机关就必须要先 合发一个书面告诫给行为人 这警察就可以做了 所以那个行为人 就会收到一张警方的通知说 你不要再去骚扰人家了 而且呢 这上面会载明 你如果已经告诫你 不可以再骚扰人家 你又做同样的事情 他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申请保护令 那当然了 这个我们会有救济程序 他就说 我其实没有这样做 那没关系 我们也认为 行为人在收到 这个书面告诫 可以去议议 可以去议议 那议议之后呢 就看上级主管机关 怎么去判断 如果对方没有议议 而又持续不断的继续骚扰的时候 那么被害人 其实就可以在六个月之内 提出刑事告诉 来追究这个人的刑事责任 那么同时也会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让这个人呢 要远离被害人一定的距离 保护他的个资 也可以这个禁止相关的这种资料查阅 甚至可以要求行为人要去做治疗的处于计划 就是他要去看心理医生 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 对于很多的过去这种跟踪骚扰行为 只能用社会秩序 无法来处理来讲 算是一件好事 那么未来 在下礼拜三开始 如果听众朋友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不妨可以向警察机关求助 我想经过半年之后 警察机关应该在 某些事情上做好准备了 即使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混乱 因为这刚实施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法令刚实施 但是在适应上跟运作上 我想会慢慢步上轨道 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 勇敢的站出来 我们一起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避免遗憾在发生 好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回来开始接听众朋友的call in 今天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打进来 然后不要挤在最后面 不然我都会来不及 如果有打进来的人 可以待会就拨电话进来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有任何法律问题 我们待会聊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我们现在开始来接听call in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请第一位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律师你好 我要请教律师 之前我有请教过律律师 就是说有关诈骗集团的事情 然后律师跟我说可以报案 然后我有去警察局报案 可是很久是还没下来 这是还没关系 就是在这当中就中间又跳出一个男的出来 他就说我找错老师了 他比较厉害了 你来加我的了 我说他是那个是叫做黄金投资呢 我说我不懂 因为我年纪大了 我也不要搞这个投资 他就在那边一直一直跟我说 我是看你比较老实啊 他就就就就就就教我一些那些城市怎么怎么加 刚开始没什么事哦 后来他就说你看 我就一下就给你赚钱了 然后再来 你真的又要找他投资了哦 你真的又让他投资了哦 你又投资他了哦 对啦 我心里以为他真的也有那么能力 可是不好意思我再再说 还有哦 真的太可恶了 然后再来的话 他就说你看 我已经给你 我跟他讲说我没有钱了 因为我要交贷款 我是一个独居老人了 然后他就说 那个哎呦 八百万小事 我两天就就就 意思就是说我钱一个被 你又拿了多少给他 哦 多的 他一次 他一次就是 第一次就是25万 好那你要不要再去报案一下 没有 我要去报案那个警察局 他是说这个已经同一个 我的意思是 他重点在下面 他他他就是狮子大开口 一下子又说 要50万我才可以 我说说 好那你有没有给他 没有啦 50万我没给 没有就好 不是不是还有 他就跟我讲说 嗯 那这样子啊 我去拜托我妈妈 我给他的棺材钱 帮你出25万 那我自己出25万 这个25万我有出啦 那后来的话 没有重要就是说 我每次跟他说 我不参加了 我要推出 他们都不让我推出 然后一个说月底 那这个男生又说哪一天 我说你确定 他说确定 OK 然后后来 后来真的 真的到那个时间 他又没有了 他又没钱了 好那你现在希望 我给你什么建议呢 不是我要请问你 是像他这种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是用我要还我的钱 没有还我 那然后一直失智 替我加码 那个 什么失智替你加码 他没有失智替你加码 他加码都经过你同意啊 你都说好啊 不是 我们他那个加码 要有一个表格 那你就不要嘛 对啊 我很早就跟他讲 不要 他就已经先 那你就不要给他钱啊 不是 他现在 他就 他先斩 后奏 你就不要给他钱啊 不管他斩不斩 奏不奏 我不给他钱就好了 那我现在没有 再给他钱 那就放他走 那我的钱也收不到了 是不是 人要认赔杀出 就这样 你不要再为了要把钱拿回来 又继续投资他 越投资越死 刚开始是这个心态 但是后来我知道你是骗子的 他就骂我说 我对你这么好 晚上都替你怎么样 我就不理他了啦 好啦好啦 不理他了 那不用再告了是不是 要告要告 只是不要钱再给他了 不会啦 500万的美金我哪里有 好啦好啦 那就结束了 好不好 结束的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报了警察 就好了 对啦 对啦 就这样就好了 好 我是怕说后续他不知道 不要啦 再不给 不要给他了 好 谢谢律师 辛苦了 拜拜 来我们邀请下一位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律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请说 就是说妈妈的钱是姐姐在管 那妈妈已经过世了 那已经两年了 但是那个账目都还没出来 那我想请问一下 像这种的有没有失效性 哪一方面的失效性 就是说他那个钱账目 如果说一直没出来 钱在姐姐那边的话 这个有没有失效性 那你就去 没有失效性的问题 但你就去做那个遗产分割 这个没有失效性 你可以去肃请遗产分割 但是他说那个账目都还没弄出来 的话 账目还没弄出来 你说那不然给我用 我来用比较快 真的 所以这个没有失效性就是了 没有什么失效性的问题 另外一点就是说 哥哥先比妈妈早过世 那如果这个的话 有没有代父继承的问题 代位 代位继承的问题 有有有有 所以可以 你哥哥的小孩 有继承他的一份 好好好 啊什么什么情形没有 什么情形没有 他有小孩才会 他没有小孩就没有啊 他有小孩就有啊 那如果说所谓的房子什么的话 这个是 都一样啊 都一样有就是 嗯 没错 哦哦哦 好好了解 谢谢你 好辛苦了 拜拜 好我们请下一位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呂医师你好 那你请说 呃我是代替子女问的啊 子女有两个小孩 嗯 那他现在是家庭主妇 那先生 婚前他父母 先生的父母 有给他一些钱买房子 就用 这等于是婚前财产 嗯 那现在这个老公有外遇 嗯 嘿 不想养他们 嗯 然后但是 子女 生孩子前有跟他一起付贷款 哦 还有 病金 也都说不收 要放进去 付贷款 嗯 那现在先生的说法是说 这是我婚前买的 我父母给我的钱 而且 他没上班以后呢 好像公公婆婆就有多拿一些钱 帮他们付掉贷款 他的意思是说 这些都是他婚前的财产 子女没有权利 去跟他分 而且他现在也不养他们 哦 那我是想问履历说 像他有一起付过 有两三年的贷款 然后 聘金也投入 因为可是聘金没有 没有任何凭证 嗯 哦 还有 现在当时的房子 跟现在的房价也不同 那涨价的部分 可以算是婚后财产吗 可以跟他要求 我先跟你确认一下 到底这个是不是 婚前就过户了 是不是 婚前不是过户 婚前是他父母拿钱给他去买房子 不是不是不是 他父母拿钱给他买房子 没有问题嘛 对对 我的意思是说 什么时候登记他先生名下了 是婚前还是婚后 婚前 婚前都登记他先生名下嘛 对 贷款剩多少 当时贷款 当时贷款应该有四百万吧 四百万 你现在还清了没 还清了 好 那就分两百 就这样 结案 那我们如果要要求是用什么权 什么名义去跟他去跟他请求 剩余财产分配啊 只是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 你那个你说妹夫是吧 子女 子女的先生 你子女的先生不知道会不会听这个电台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继续讲下去 是这样子 对因为我继续讲下去 我就会 他就会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我有点为难 但我要跟你讲个大概的方向就是 如果我是你子女 我才不要离婚 我分什么财产 我干嘛分财产 可是他不养他们的啊 请求家庭生活费用告他这一个啊 是哦 对啊 我就告他请求家庭生活费 是不是 这本来就该付的嘛 那接着呢 我当然不会同意离婚 我为什么要离婚 我再告他亲爱配偶权就好了 可是你抓不到他的外遇 而且他对 人生没有抓不到的外遇 你可以试试看 只是要花多少心思 花多少力气而已 因为他是家庭主妇 要照顾两个小孩 真的没那个心思 那就不要抓 重点就是跟他要 家庭生活费 哦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就请他付钱嘛 你今天最起码 养家你总要养了 那 那他住哪里啊 他住台中 台中的话 他们家几个小朋友 两个 两个 他现在收入多少 他收入多少 他目前是家庭主妇 先生收入大概有四五万块 好 我建议他一个月 到台中地方法院 自由路那一家法院 去告他先生 请求家庭生活费 然后大概跟他主张 三万到四万之间 一个月 就去告他 他一定不会给那么多 对不对 我管他会不会给那么多 我让法院判就好了 好 好 不要慌 好不好 不要 因为通常先生会利用这种方式 来勒索他 说你要答应我离婚 对 不答应我离婚 我钱一毛都不给你 是是是 哦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不用啊 你不用给我啊 我让法院给你 我让法院逼你给我就好了 这样子哦 嘿 那因为子女现在很慌 也在找工作 如果他有工作 不要慌 真的不要慌 如果子女有工作以后 还是可以跟他请求吗 嗯 子女有工作 还是可以跟他请求 对啊 还是可以吗 没有啦 现在的问题 等一等等一等 子女 你是指 小孩子 对 还是指你子女 子女 子女 因为现在 可以可以 就是分配而已 分配 哦 就是 其实这样讲啊 假设你的子女赚两万五 对 他赚四万 那就是大家分摊嘛 嗯 就这样而已啊 没什么 哦 就大家按照 所得比例分摊 家庭生活费 哦 不要紧张 那李律师 你刚刚说不能在收音机上讲的 我可以私底下问你吗 哦 好好好 你再问我 哦 好 那请问我要怎么问 怎么问 你再打电话到电台来 电台会告诉你 哦 好好好 辛苦了 好 谢谢你 拜拜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上次就讲 结果讲一讲 那个 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到 我觉得有时候问法律问题 就是这样 很讨厌 呃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待会广告后来 我们继续接您call in 那么 有些人讲的 我会讲啊 但是有些涉及私密 或者有些涉及诉讼策略的 我觉得你让对方知道 真的没有好处 那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 轩文台旅求远时间 我是旅求远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我们邀请下一位 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喂 李律师您好 是 对跟稍法的部分 对常常会有银行 投入公司 那不行 但是他不断的会 利用不同的人 或更改不同的电话 不管你电话 再怎么跟他丰手 那是个资法 不是跟稍法 我跟你讲 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打电话去给那个 比如说他跟你看 是哪一家银行 或是他推销什么东西 你就把它记下来 你就说 请问你怎么拿到 我的个资的 你就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那 碰到同样一家公司 一个礼拜会 不同三个人 来推销同样产品 是啊 那第一个 电话也不能挂 不不不 当然可以挂 第一个你先把这个银行记下来 第一个人打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拨给银行 跟他说 我拒绝接受行销电话 请你把这个选项关掉 如果他没有关掉 或者又其他的再打来 那他有可能会违反 个人资料保护法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主张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主张 要他对你赔偿 就这样 那跟烧法不适用 不是用 要跟感情有关的 才是跟烧法 这种跟感情无关的 就不是跟烧法 好 谢谢律师 辛苦了 谢谢 拜拜 来我们下一位 林先生还是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律师你好 我们住这条巷有五栋房子 其中第一栋跟第二栋 都是拓天处 拓天处前面还有空地很大 那隔壁在几十年前 他的排水从我这边 从我的土地上 我挖一条水沟到 到马路的排水沟 那是拓滑的 当我们不在的时候 他拓滑 那只几十年前过去 大家都没有增值 最近因为我有停车问题 因为老人家死掉 犯他乃志 那我停车 停过去一点他的土地 他就拿东西来围起来 就是他的土地 那我还没逼他 问他说 那你排水沟 排到我的土地过去 那你怎么解释呢 那这个前面空地 还是我们 登记还是在我们的土地 我们还是在缴税 那前面这一条空地 那隔壁 他这条排水沟 从我土地过去 这样有没有违法 前面那条排水沟 从你土地过去 他有占到你的土地吗 就是全部我的土地啊 那你就原则上来讲 你可以对 你想要对他主张什么呢 我主张说 个人土地 个人使用 那排水沟 他一般人家都留在 留在后面 排出去 只有他从前面流出来 那你可以要求他改道啊 他利用到你的土地 你可以请求他改道 如果不改道呢 不改道 告他 就叫他付钱呢 这样子 嗯 嗯 所以是前面空地很大 当时行人在走路了 但是我们还在缴税 政府没有证说 我理解 我理解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觉得不能接受 你就告他 嗯 这样子 对 好辛苦了 拜拜 好我们最后一通应该是蔡小姐 蔡小姐你好 李律师好 我想请教有两个问题 请说 第一个是我们在乡下有一块田地 嗯 自己没有耕种 隔壁邻居他是跟我们提出要求 他说希望让他免费耕种 然后他不愿意签契约 他说口头允诺就好 嗯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好 当然不要啊 你就跟他签契约啊 就是我们只要签契约就能保障我们的权益 当然啊 就是为什么他不要签契约 我也觉得奇怪 对 他就说口头答应就好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他说以前他那个我们俗父在管理这个田地 都是让他免费耕种 然后都没有签 哦 那我现在要签呢 是 我现在要签呢 只要签就可以了 需要一年一签吗 当然一年一签啊 哦 好了解 嗯 第二个问题请教就是 我小叔去年他在那个非洲过世了 嗯 因为那个COVID-19确诊的关系 嗯 那我们想请教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的那个 就是说主产的继承方面 嗯 那如果是说他 呃 在国外死亡 然后因为那边没有我们的呃 士领馆 嗯 呃 要取得死亡证明可能有困难的话 继承方面就会有问题对不对 对 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他过世了 哦 嗯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拿到才行 是的 好了解 谢谢 嗯 好的 谢谢你 OK 那么剩下一分钟哦 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跟听众朋友讨论法律问题 那么下礼拜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法律问题的话 还是欢迎各位call in进来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是吕秋元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